仙女心系光之理事会讯息 有助于加速显化的三个要素 我们是仙女心系光之理事会 我们非常高兴与人类联系 此时对人类来说是一段美好的时期 因为你们可以接触到这么多的东西 有这么多的个体已经了解了这么多的非物质的意识 以至于你们确实拥有更多的教育可供你们采用 你们确实可以应用更多的工具 更多的技巧和更多的技术 来创造与你们的实相相关的经历 现在有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 并不是所有这些来自非物质世界的老师 都在谈论这一点 但我们想在这里谈一谈 当你们表现出耐心的特质时 你们就在那一刻放下了 对自己想要创造和体验的东西的执念 因此 耐心会让你们想要体验的事物 更快地来到你们身边 现在 你们可以在同一时间 既充满渴望 兴奋 又有耐心 当你们加上了渴望和兴奋时 你们也确实会使显化加速 发生在你们的实相中 然而 耐心是关键 因为当你们有耐心时 这就像是在告诉宇宙 我相信它会来 我接受它到来的完美时机 当你们没有足够的耐心时 你们就会感到怀疑 然后你们就会担心 自己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显化技术 你们也可能会好奇是否有一些障碍物 或一些恶业在阻止它来到你们身边 所有的怀疑和担忧都会减缓显化的过程 另外还有两种存在状态会使显化过程加速 一种是爱 爱加速了显化的过程 因为爱是你们的自然状态 爱是我们大家的自然状态 喜悦是有助于你们更快的显化 你们所渴望的东西的另一种存在状态 当你们在体验喜悦的时候 你们就是在对宇宙说 我现在拥有了做完整的自我 圆满的自我所需要的一切 而正是这种能量是丰盛的 这种能量与丰盛是一致的 你们想要显化的是一种关于你们所期望的实相的丰盛 你们想要显化在那个期望的实相中的东西 因此 你们是在向宇宙所要更多 而当你们与丰盛的振动相匹配时 你们就会得到更多 当你们在思考自己想要显化的东西 还没有到来的事实时 你们就处于匮乏的振动中 结果就是你们将体验到更多的匮乏 你们会得到自己所关注的 毫无疑问 你们以前听到过这种说法 这确实是一个真理 在我们这个宇宙中 这是一个大写 T的真理 我们邀请你们 由于知道自己每时每刻都在显化自己的实相 而感到兴奋 我们邀请你们因为知道你们曾经想要的一切 早就已经属于你们而感到兴奋 我们邀请你们为了体验到你们自己 与你们期望中的显化和而为一而感到兴奋 我们希望你们感觉自己更完整 更全面 而你们所渴望的这些显化并不能让你们感觉更完整 更全面 相反 它们向你们反映了你们的本质 你们的真实本质的整体性和完整性 所以 我们希望你们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 当你们变得更接近于完整 自然的自我时 你们就会得到它 我们也知道 通过尽可能多地提醒你们这些真理 我们可以为你们所接受的这些教育做出贡献 我们是仙女心系光之理事会 我们很乐意为你们大家服务 我们 È heraus ze人構成的 我们雕af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